五區公投 全民制憲 香港人 用我們自己的意志 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 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 付諸實行 香港的本土 民主 反共 這個運動 已經是勢不可黨 最後的勝利 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 早晨 第三節的大香港早晨 我們先講講國際的狀況 這個要交給英軍講一講 就是關於英國事 是 英國 接下來6月23日 有一個英國脫歐的公投 想脫離歐盟 其實第一次他們曾經想過離開歐盟 但是當時還沒有一個叫歐盟的東西 背景就是1975年的時候 英國曾經試過公投 脫離當時前歐盟 即是ECC 英國 不是 歐洲經濟共同體 叫做 當時的結果就是67%的人 就想離開這個 不是 他想留下 不是 他想留下 想留下 最後就留下了 然後到1993年的時候 正式成立了歐盟 一直都在那裡 但是英國沒有進入歐元區 但是算是一個歐盟成員 近期就有 因為這個其實是 英國首相Tameron 他上台時候的承諾 就要搞這個脫歐的公投 接下來6月23日就會搞這個公投 星期四 下星期四 下星期四 暫時的民調來說 最近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他留歐的支持度是比較高的 但是最近就上升到去脫歐的去到46% 對另外一邊就39% 即是會希望脫離歐盟的人數 即是民調上反應就比較大 最近也有很多新聞 其實大兩幕 大兩幕 現在是44和47的比例 這樣 另外就 現在爭取得很緊 原本有一定的距離 正常來說 這些這麼大的決定 實際上是一個大理的決定 因為歐盟之間 都有一些貿易聯繫 以及一些國際之間的合作關係 無論對經濟 以及對於國際地位 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 一個社會一定是保守派的人 是比較多的 保守派的意思是什麼 保守派的意思就是 不變 好地地 為什麼要這樣 好地地 正常人都是會這樣想的 所以正常的情況下 在沒有什麼情況下 就不會無緣無故去搞這麼大的變動 現在英國有一個奇怪的狀況 也是根據最近的民調反映 其實支持脫歐的 反而是一些50歲以上 住在鄉村地方的人比較多 但18至24歲 這個年齡層 反而比較偏向支持 留在歐洲 因為年輕的英國人 沒有這麼大的英國主義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趨勢出來呢 其實英國相對來說 在整個歐洲的體系裡面 它向來都是獨立一些 譬如歐羅 就是歐元區 它從來都沒有加入過歐元區 這個是經歷過金融海嘯之後 大家都明白 經歷過08年在金融海嘯之後 大家都會認為 這是一個相當之smart的舉動 如果當日英國在歐元區裡面 當日的整個次案風暴和金融海嘯 就會將英國很大規模捲進去 雖然英國也捲進去 英國多間銀行都捲得很金 但是起碼的回復能力 你起碼還可以調節自己的貨幣能力 譬如從歐羅那方面開始入手講起 因為我比較熟歐羅這件事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歐羅這件事 是會扑街的 歐羅這件事是不應該存在的 就是因為你令到很多國家 喪失了它自我調控自己經濟的能力 因為在現代的貨幣經濟體系來說 所謂的經濟就是在說貨幣 就是調節貨幣的發行量 息口和銀行的鬆緊 所謂的調節經濟就是在說這些 好了 歐羅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你十幾二十個國家聚在一起 然後你的經濟好一點 我的經濟沒那麼好的那些 然後你的經濟好一點 你無端端在抽銀行 我要放水我放不到 那就糟糕了 然後是會互相糟糕的 互相賴動地帶大家一起糟糕的 希臘的情況就是拖到大家都糟糕了 歐珠幾個的情況就是拖到大家都糟糕了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歐羅是應該登賄的 但是歐盟呢 因為除了經濟利益之外 他還有很多外交 還有很多的 例如大家的邊境的條約 大家可不可以互相通行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大家 國民之家可不可以等於沒有邊境 來往 越境居留 很多關於福利這些事情 有人在歐羅因為想對抗美元 那就已經現實地驗證了 你是對抗不了的 現實地驗證了 對抗不了 因為美元的強勢 在節目中講過很多次 美元的強勢是源自石油 而且那個不只是貨幣體系的問題 那個還牽涉到兵力的問題 那個牽涉到航空母艦的問題 牽涉到一些能源地區的地緣政治的問題 以及還有糧食的問題 當世界上主要的資源已經在美國的時候 你說什麼都浪費了 但是今天主要不是討論貨幣的問題 譬如剛才提到歐羅的問題 這個也是驗證了所謂世界共同體的構想 它本質上是有問題的 它本質上和設計上是有問題的 你是不可以去將自己國家去調控自己的經濟 或者貨幣政策的權利交出去 因為一旦交出去 你等於接近將自己的主權交出去 這個已經在歐羅的危機上驗證了 所以歐羅在原則上來說 它有兩個情況 一旦是走弱 它走到很弱的情況下 或者是變成一個很弱勢的貨幣 那你查不查都沒有什麼所謂 但是當你在整個歐元聯盟裡面 有特別強勢的經濟體系出現的話 那件事還是會朝向一個省的方向 因為當我富貴你窮的時候 我當然是厭惡窮親戚的 這是很簡單的原理 好了 但是歐盟是更加緊密的一個體系 但是它也出現了一些 將部分主權交出去的問題 這也是觸犯了今次脫歐的公投 為什麼會去到接近 接近是現在還不知道 但是似乎有一個整個趨勢 就是朝著脫歐的方向去進化 為什麼會出現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在現實的情況 大家經濟好的時候 你不會看到什麼問題 那件事等於合作做生意 我們如果整排人坐在一起合作做生意 如果生意蒸蒸日上 大家保持有錢分 分多分少 那就沒有所謂了 大家不要說 繼續 加雲夾錢的時候 可能有所謂 為什麼我可以給多一點 所以看看現在國際上 會支持留歐 會出來發現支持留歐 有什麼人物 包括現在現任首相卡梅倫 領導的保守黨 有IMF 有英國財政部 經合組織 OECD 奧巴馬 這個重要 德國總理默克爾 他是支持 應該是留歐的 他說 歐盟分裂大家都輸 他應該留下 問題就是去到這裡 他要找數 要大家出來 暗河包 他要生意 怎樣找數 你不要走啊 是啊 然後習近平也想 英國留歐 關他什麼事 我不知道關他什麼事 在國際局勢上來說 那是很懶惹大劑的一件事 因為 好了 我剛才舉了那個貨幣的例子 讓大家明白 那等於是夾錢做生意 當那件事生意不好的時候 我要夾多一點 你可以夾少一點的時候 大家當然是吵 好了 現在出現的情況 最大的觸發點是什麼呢 就是移民問題 就是爛民問題 或者移民問題 就是因為你德國佬獅子開大口 你不要大愛博愛 爛民潮不斷湧入的時候 英國人就馬上說 神筋龔也不要亂搞 你立刻拼了邊境 因為原本是沒有邊境的 他能夠進來這裡 你一進到 能夠進去英國 你去到匈牙利 你去到所有地方 那怎麼辦 你是不斷地湧過來的 所以英國就是第一個閘 其實英國在一閘邊境的時候 歐盟就已經不存在了 其實那件事已經不存在了 只不過大家在那裡聊 等於馬克爾經常說的 現在那個問題 大家都要承擔的 喂 屌你老尾 這個又是等於那個夾粉做生意的問題 就是我們大家一起租房屋 屌你老尾 然後譚仔說要招呼朋友 你招呼朋友不要緊 你不要招呼一萬個 留下一個冷貪子在那裡 多個人多相快 然後譚仔說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我不認識他的 我私人你都認不完 你一萬個是Facebook Fan 你叫他來住 為甚麼東西 對不對 你沒有什麼東西 這就是令到英國佬自己 都覺得 對呀 加入了歐盟之後 等於是把主權讓出去 這個應該是部分的主權 即是應該是主權的其中的部分 他覺得讓出去 所以就是 雖然現在未去到 未去到 湧入英國的情況 但是 是會的 是會的 而在歐洲其他地方 已經發生著 已經發生著 你是歐洲其他的發達國家 但是 你一天去到 要 要 要 那些 民間搞自衛隊 那些 因為難民太多的問題 然後就造成了很多治安問題 然後就有 有些搞那些 奧丁之盾 那些 就開始搞民間自衛隊 出來維持治安 喂 你看得到的 大哥 你看得到的 你繼續這樣發展下去 你還能夠成功 還能夠成功 再加上 剛剛這個歐冠杯 是不是歐冠杯 歐冠杯 歐洲國家杯 歐國杯 不是歐冠杯 剛剛那個歐國杯 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英國球迷 發覺他們不能夠俄羅斯球迷打 喂 那你這樣 怎樣搞 那這件事就是 最主要推動到脫歐的情緒 其實是一個本土主張 嗯 其實是 那你英國人也很自奧自己的文化 是不是 那你有大量的 雖然英國本身是多元文化的 但是多元文化之中 它有一個很強烈的英國自豪的 一個大英國的文化在裡面做一個基礎 它才可以去主張多元的 那種多元是一種 那種多元是一種很傲慢的多元 那種多元是 那種多元是 然後你開始看到歐洲其他國家的狀況 它開始會去思考 英國本身的社會的形態 面貌 各樣的風俗 各樣的東西 而且你開始見識到 周圍出現那些 那些偽善的平等的自由主義 所帶來的禍害 譬如是 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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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波不是很關心的 不過也可以說一下 就是 剛剛 早前在美國有條網絡的片 很流行的 有個阿爸站在女廁門口拍了一條片 然後就吵架奧巴馬 因為 不知道哪個州 剛剛立了條例 說 你不能夠 你不能夠阻止有其他性別的人 進入藍廠和女廁 因為那些要保護第三性 保護那些自我認同自己是女性 只要他 不是 那條法例不是這樣的 而是 總之有個人 如果他 可以自我認同自己是女性 他就可以進入女性更衣室 那些 那些 法國佬那樣 他可不可以自我認同自己是女性 然後走進去女廁門口 然後就 然後就 類似這些 例子 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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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地區 沒有辦法接受到這種 那 於是就出了這個 這樣的 氣氛 出了一個這樣的氣氛 好了 然後 當然很大的推手 很大的推手 就是這個 這樣的 報紙 就是這個 剛剛這個 太陽報 太陽報 太陽報出了一個頭版 很強烈地去表態 你有沒有拿到頭版的那個圖 就是 出了一個 Believe in Britain 一個這樣的頭版 但是Believe 是食字 其實是爛爛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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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Believe 轉了做 離開那個 離開那個 然後 就是一個 一個很清楚的表現 其實太陽報 之前已經做過那些鬼祟事 太陽報之前已經做過那個頭版 是說 英雷王支持脫歐 做了一個大指標題的頭版 就是 其實是誤導的 然後 然後 就被報業評議會 發生台 這件事發生台 對 發生台 發生台 這件事很發生台 斷章取義 這樣 然後就調究了 但是 其實 你不要亂來 你不要亂來 因為 這個年代誰看報紙 當然 當然是老爺看報紙 老爺狗會查什麼 怎麼老爺狗會看那些後續 是不是 英雷王也這樣說 是不是 我相信 那我就跟他 英雷王現在民望這麼高 這就簡直是清晰的表態 剛剛那個頭版 簡直是清晰的表態 簡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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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是要支持離開 這樣 相信接下來 都會逐步逐步 有很多的 主要的傳媒 會做表態 那 無論是離開的陣營 或者是 留歐的陣營 都是 最後一個星期 是 有一個 這樣的 角力 但是 為什麼 好像剛才英軍講到 比如 為什麼 IMF 國際組織 默克爾 甚至是 奧巴馬 因為那個連鎖反應 是會很巨打的 因為 那個 就是 大家不能覺得 凡是這些聯盟的事情 尤其是國際聯盟的事情 這些國際聯盟 這種國際聯盟 歐盟那種國際聯盟 或者歐盟那種國際聯盟 它不是以前的北約 不是G20峰會那種聯盟 那種沒有什麼約束力 那些只不過是 那些只不過是 大家 來拍張照片 打卡拍張照片 那是你聊天會 我支持你 你支持我 我支持你 你支持我 那種聯盟 歐盟這種聯盟不同 它是有條款的 它對於成員國 有一些法制上的約束 那 所以 這種系統 就是 你有好處的時候 大家唯威唯無所謂 但是 當你有福同享就沒有什麼 有和同當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 為什麼要和當呢 你經歷過 你從2008年到現在 一直是沒有好過的 我想說 整個聯盟系統是沒有好過的 你要為其他歐元地區的債務去埋單 然後 你現在還要為難民問題去埋單 但是 只不過是因為你的利弊 你計不清楚 所以 你就繼續 當然不可以這樣變 因為變成很大的變動 但是 但是一旦 一旦 下個星期四 下個星期四 一旦英國 真的成功 公投 通過了脫歐的話 歐盟肯定散 肯定散 只要有一個大哥走出來 就說沒有意思 其他國家一定脫 一定跟著脫 肯定的 然後就剩下德國和希臘 就剩下德國和希臘 雙依為命 到時候要邀請俄羅斯 你就全家產 所以 為什麼股市跌得這麼厲害呢 就是因為那個影響 那個後續影響 一旦英國的公投通過了 那你一定要尊重 沒有辦法公投法 你一定要尊重這件事 但是對於那個國際的金融 和整個國際秩序的動盪來說 是巨大的 是真的巨大的 所以 所以為什麼 就是等於之前的 等於之前《蘋果日報》在那裡報 說什麼 這個這樣的 Lankum 又說股價跌多多 又說韓詩事件 是因為脫歐 因為英國的問題所以影響到 是整個 整個法國股市都跌 你怎麼看清楚 所以是一定 你會有一個很大的骨牌效應 而連續呢 連續呢 就是 如果歐盟都解體了 歐元區一定會解體的 所以對於整個國際金融來說 是一個大動盪 是一個大動盪 好了 對我們來說 有什麼影響呢 對我們來說就是 如果它脫了之後 因為我們是拿BNO 剛才發現 日朗也是拿BNO 我們其實 因為這個BNO 也因為英國 是歐盟成員國的身份 我們在法國 德國 我們只是說 我們想去的地方 希臘也不說 希臘也不說 希臘也不想去 旅行 沒有所謂 加泰龍也不說 加泰龍也不說 就是不想去的地方 不說 加泰龍也搞獨立 是的 我們也有很多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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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會BNO 我們去旅行簽 我們去旅遊過去 我們長時間在那裡打 那個人不會有人趴我們走 你除了沒有福利之外 其實你等於可以住在那裡 接下來就沒有這些東西 如果脫了歐之後就沒有這些 但是 如果原則上 你問我的話 我也是支持脫歐員 雖然與我無關 雖然與我無關 但是我也是海外公民 但我無分投票 但是如果你叫我去看這件事情 究竟應不應該脫歐呢 我覺得是應該脫歐的 雖然有些人會說 譬如真的站在拿著BNO持有人的角度 就是 事實上是有影響的 尤其是我們這些隨時準備走爛的人 對我們來說 我們沒有了地方可以走 是有影響的 對我們來說是有影響的 但是 譬如之前不是有人鼓勵說 因為之前不是有一個誤傳的 說所有拿著BNO的人可以看 其實是不可以的 其實不可以的 譬如我們 如果你在香港這些拿著BNO 當然是不可以的 你是拿著BNO 你之前就可以 之前可以 你還沒回來就可以 你之前在英國的時候就可以 他的公投法 不是太清楚 應該是你拿BNO是有可以的 但是你要住在英國有六個月 這樣 是的 你要登記到做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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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有基本登記做選民的條件 這樣 那我們是不會符合到的 嗯 所以其實這件事上面 我們是沒有說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坐在這裡 我們是沒有說的 但是影響是有的 是影響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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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拿BNO 是的 因為我們拿BNO的人 我們走爛了 對 就影響到我們走爛 隨時準備走爛 還有在歐洲其他歐盟成員國裏面 去拿一些便利 又未去到福利 福利是沒有的 要便利 便利便會沒有了 但在原則上 在原則上來講 我覺得其實都是斷 因為事實上 在原則上來講 很多東西是不合理的 是不合理的 等於是 我一直都覺得 歐羅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但現在擴大到整個歐盟了 那你 你卡姆林那些當然是在那裡吵 當然在那裡 現在危言聳聽 現在保守黨 就在那裡危言聳聽的 就在那裡說 一旦脫歐成功 他們就已經算是加稅 大家都輸了 就全面加上 因為他估算了 就是說 對於英國的經濟 影響會有多少 GDP會跌多少 貿易會跌多少 所以就預計了 各樣的稅款 又要加多少% 然後又要徵收什麼 又要徵收什麼 現在英國的財長 他說 如果真的脫歐了 他就會提出一個緊急預算 新逢稅會上調2-3% 一些遺產稅 走稅那些 就要加5% 而一些醫療福利 或者一些公共開支 就會削減5%的公共開支 是啊 不要相信他 他過不得到 我相信他 拋狼頭的傻氣 你過得到 什麼屌你老尾 你以為你是戴卓爾 屌你老尾 加人頭稅 笨你傻 過不得到 不得到 那裡有提到 蘇格蘭 要脫歐 其實蘇格蘭的狀態比較奇怪 因為之前蘇格蘭議會 就這個事件 都開過會 蘇格蘭議會那裡 五個政黨 都是支持留歐的 其實 但是 他還會說 如果 將來的公投 結果是留在歐盟裡面的話 他們可能不排除 會發動第二次的獨立公投 他們的取態是想留在歐盟裡面 他當然想留在歐盟 因為其實 他說不排除發動第二次 脫離英國的公投 不是 獨立公投 獨立公投 但是他獨立公投 是不是都會再搞 他怎麼會不搞 他只差一點 差十六聲 他是不是都會再搞 他除非發生什麼特別的事 令到他忽然間大融和 他就是因為要考慮到自己要脫離英國 所以他更加想自己留在歐盟 需要有國際的支持 他除了需要國際支持 還有蘇格蘭需要解決貨幣問題 等於當日蘇格蘭脫獨立公投的時候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卡住他的都是貨幣問題 但是他原本有兩個選項 他有兩個選項 第一就是原用 第一就是用英鎊 第二他還有另一個選項就是用歐盟 所以在他的角度來說 他的心目中的理想目標就是 脫離英國 加入歐盟 是的 獨立地加入歐盟 獨立地加入歐盟 是的 他這樣想就不會知道 你真的要看 你真的要下去公投才知道 所以是值得留意 那個是世界大事 當然是世界大事 那個是翻天覆地的巨變 但是要預測究竟脫歐公投成不成功 真的不會計 真的不會看 那些 那就看看外圍盤吧 我今天忘了去看看外圍盤 看看外圍盤 待會兒看看外圍盤 好,休息一會兒 回去繼續